你橄欖在那边讲你看不见 你看不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你相信你看得到有一天它会出现 就像这部片为什么那么有名 仔细剖析电影里的每一个角色 正在诉说的故事 专业电影艺术和影响美学的王博伟 曾经怀抱满满电影梦 而现在的擦阵一步步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理想 拉着伙伴轻松分享彼此 王博伟掌握目标在学生时期就续集创业能量 累积大量人脉但质疑声浪仍然不少 第一个大家的想法是说 你怎么会有赚钱的本事 你怎么有能力赚钱 你要去抛掉你过往你研究所学的东西 跟你面对你现在要去做一个事业的时候 那个两个的说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中间的那个挑战在于 我在思考这个环境是不是我继续要走下去 如果要我势必要去调整跟挑战 重新思考自我定位 王博伟选择掌握专业结合事业机会 博伟要如何带领伙伴经营共同目标 他先把自己放进迈向成功的剧本里 我觉得我的电影跟我的形象 一开始是有冲突的 但是我在想我怎么样发挥我当导演的特质 我怎么样去发现一个主角 一个角色的特质 然后我来发现我的团队的每一个人 他有什么本事有什么本能 我们可以来一起做完一件事情 好 一 二 三 哇 不只会开口谈理下 王博伟做起料理营养满店 舞蹈料理同时完成还色香味俱全 伙伴口中品尝着美食 心里也感受到王博伟满满正能量的感染力 因为我个性本来是还蛮害羞 但是我会因为观察他 自己会更主动去找别人聊天 这样跟人家热络起来 他会带着我们一步一步往成功的方向去走 可是这样私底下的他 就是带给我们是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 从个人单打独斗 埋头在艺术工作里 端端几年间 王博伟焕然一新 打破创作和创业的一线之隔 蜕变成团队领导人 要和伙伴一起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按理性我 黄云珍 杨静 台中报道